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力值62.48万 对 然后我们排在我们总榜第三的是我们的高阳电力值是12.08万 总榜第五的是我们的张强老师的 对 然后我们排在总榜第六的是我们AKB48SH的影像未来的风 是的 所以就喜欢各位就是自己的爱豆呢 我们第总榜还有总榜第七位的这位朋友 然后都可以来我们Q音乐界面电台进行充电助力 祝他们获得超强的推歌的资源 是的 那么今天我们即将迎来的也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了 是的 就是强姐 对 她也在不久前刚刚上完我们这个节目 对 又来 她也对 还带了一位助阵的嘉宾 对 来进行一个次元的碰撞 我们的天泽弟弟 是的 接下来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两个 我们带来show time 对 他们在第二现场 所以大家先不能直接收拾 来 我们一起来看 第二现场 好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过去了啊 掌声 掌声送回两位 对 谢谢 你们看到后面的这个粉粉嫩嫩的这个LED吗 刚一直在刮猩猩 对 现在请你们移步到你们右边的这个粉嫩的墙 对 是我们的flag 星球博物 对 上次强姐已经就是那个写过一个对不对 然后我们今天还需要再写一个 那这次来你来写吧 好吧 天泽弟弟写啊 咱们这次那个flag是就推荐豆汁 对 你来写上了 还是削豆汁了 来 我来帮你拿点 哎 滚 为什么想到一个这样这么高难度的flag 北京豆汁不是咱们北京的美食吗 是吧 哦 就是你们特别爱喝是不是 不是 这也不是 ok ok 对啊 对啊 这难为我们两个广东人 后来不敢喝那个东西 对 我们今天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一些 对 看你能不能成功让大家喝 喝下去啊 对 推荐豆汁 老师你签名 我还要签一个名字 我们两位朋友都需要签一下这个名字好不好 对 你们今天就是一个team 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 推荐豆汁啊 你敢喝吗 陈子明 我不敢 你也不要让我喝 然后 对对对 ok 太吓人了那个那个东西 好 接下来请两位把这个我们的flag 就贴在我们的墙上 放到哪里 是一个你喜欢的位置的 哎 我们比较更高一点 来来来来来 高一点 最高 最高 对 你高 你来上来拿 你可以扔上去 对 你看那下面 最上面 可以扔上去 扔上去都行 我们那个是吸铁食来的 干领这个地方 对 好 他并没有听我说 哎 往上一点往上一点 别在鼓包上 哎 在那边上 哎 对对对对 对 可以可以 很好 指挥的好 好了 好了 哈哈 好 我们粘好这个棋子之后 就可以前我们第一现场 跟大家见面了 一会儿见 好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准备一下 我们一会儿见 好 那么欢迎大家正式来到 我们的QQ音乐见面吧 电台 我是洛天 我是子明 让好音乐 C位出道 好 我们尽量快一点 因为粉丝们已经等不及了 好 好 我们马上 来 来 快点 想 抱口播 好 朋友们 这里有明星 今天来明星了 大家过来看好不好 Smart 今天朋友们 本周六的非常火爆好不好 好 我们赶紧来我们口播 你现在是这样的风格 对 我们来 Q音乐搜索 见面吧电台更多精彩内容 等你来看 来 Q音乐关注 当期嘉宾时刻了解 爱豆的音乐动态 和万千头 唱聊新的话题 跟喜欢的音乐进行实施后动 就Q音乐 扑通社区 与新动不武器而喻 来 Q音乐音乐馆 见面吧电台 专区不仅有独家内容等你 还有点个的福利果 还能体验你属于你的惊喜吧 我们可以上微博 见面吧电台 话题次发布和微博一起边看边 我们可以再进入电台 每周三到周六七点至九点 我们每周日的七点到九点半 Q音乐独家直播加点包 百事通隔日上去点包网 大家一定报个错 特别提醒大家 我们本周会有六首歌 进入我们的电力直排行馆 特别提醒一下 粉丝朋友们 都可以在我们下周一的 本周六首歌终结日 可以给它们进行充电助力 就可以祝它们这个天幕啊 什么MV啊 都有都有 好 我们再介绍一下 我们最后的参与方式 我们可以优惠开通 好玩律座 免费领建网电台的门票 点击屏幕右方的摄像机按钮 数拍视角 经历一看 不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出现 那么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 在直播过程中 可以通过屏幕右侧里的按钮 用月笔为IDOL进行充电助力 月笔书将自动的 进入电力值 通过右上方的充电按钮 为你的IDOL进行充电助力 直播过程当中 可以通过右侧里外 你为IDOL进行充电 直播结束 会获得IDOL的签名照一张 每周一呢 节目组会在你Q音乐的 官方的微博呢 私信给你们前三的用户啊 然后给你们寄签名照 所以大家要 那个收一下私信好不好 对 然后可以打开Q音乐 搜索建网电台 然后进入建网电台的充电专序 为你的IDOL进行充电助力 就是充电 反正是充电完事了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扭蛋器看到吗 哇这个扭蛋器特别棒 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 那个粉丝的福利 就是包括就是强姐跟那个天泽 要完成的一些挑战 还有跟粉丝的一些互动 都会出现我们扭蛋器里面 会赶紧来我们Q音乐 界面电台进行充电助力 就可以触发我们的那个扭蛋机 最后我们每周二至周日 打开Q音乐APP搜索 界面电台进入专题页面充电 专题可通过千道开通 好 绿赞 二挺 好友助力 客户端电收听节目 应急关于Q音乐 关于Q音乐 关于我的方式 为你的爱豆进行充电助力 好我们话不多说 哇 非常多粉丝 非常着急让他们撑 我们欢迎我们的强姐 还有李天泽初见 拜拜 欢迎 掌声有请 不好意思啊 大家受累了 我这位搭档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好 我也要我来 呼呼 欢迎 欢迎 哇 Bling Bling 嗨 大家好 哈喽 欢迎强姐 欢迎天泽弟弟 有请 有请 请坐 坐这个位置 对 对对对 哇 又见面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哇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哈喽 又见面了是吧 又见面了 而且你上次送她的假发还在呢 一会儿她回来玩 好 先请我们的强姐和天泽弟弟 和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我张强 你好 嗨 大家好 我是李天泽 哇 好开心啊 今天就是两位 刚刚这样的一个碰撞合作 什么样的感受啊 我觉得她平时不怎么说话 其实她心里有好多话想说 好多话想说 对 她是那个心里有活动很多的小孩 天泽弟今天晚上多说几句 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 偶像营业中 对 对 这个板块呢 我们就要聊一下大家最新的一些动态 音乐方面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其实强姐今年出了 一连出了三张专辑 对 对 我出了三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 很高产啊 就是巧了 作品都是 作品都是很成熟 我觉得 就出吧 因为 因为强姐是第二次来电台嘛 然后就是我听说 您这个 问经纪人要了我们链接是不是 就是 让这个链接是来干什么的 什么链接啊 就是节目的这个播出方式 好像你跟就国外的乐手朋友 也有分享我们这个节目 对 对 我跟那个瑞士那个 Stevens乐队合作了 他们呢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设计 就特别好 设计是吧 对 就很棒的舞台设计 所以呢 他要一个链接 他放在他那个YouTube上面 然后当时在法国 他用那个瑞士的那个 有一个叫什么 就特别流行的一个报纸 报到了两天 有机会也 欢迎你 邀请你这些国外的朋友 一块来我们接 对 我如果说疫情过去了 可以巡演的话 我应该会邀请他们过来 哦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对 我们也想问一下天泽弟弟 就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 有什么感受 呃 我感觉有点紧张 更紧张 没事 我就放开好不好 对 因为我要第一次 想唱我的歌嘛 哦 然后自己面对着 尤其现在还有观众 所以就感觉有点紧张 但很开心 对 那后台的时候和张强老师 非常开心的合作 然后老师也很帮助我 对 你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对 没关系 一会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 好吃的 让你马上就放松下来了 好 对对对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据说啊 这个天泽弟弟也是张强老师的粉丝 对吗 嗯 你是怎么样接触到张强老师的音乐的 呃 其实 那个 我在 在我还不知道张强 我们可以这里有麦克风 麦克风 可以这样举的很累 对 两个小时 我也开始老几个小时 就是我再还不知道张强老师的时候 我就已经听过他的歌了 就是我我妈在怀我妹妹那阵 就每天就会放 就会放张强老师的歌 然后其中 我当时就听说这首歌就感觉 就非常的好听 非常低头动感 然后但当时也没急着问 也也也没想着说这个歌手是谁 然后到后来以后 当时呃 您出了北京女孩这张专辑 我特别喜欢 然后我看到了这张专辑 我就听了一下 我就特别喜欢您 北京女孩这首歌 然后包括 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 就是我觉得您唱的很好 然后 后来我知道 就是我妈当时在听的是那个 路灯下的小姑娘 哦 妈一直在放那首歌 嗯嗯嗯嗯 也是那首歌 这首歌也是很郎郎稍候 也有有一段日子了 这首歌距离现在 对对好好久了了 那八十年代的歌了 但是 那为什么这音乐节里一唱这首歌 大家就很嗨 对 他那个绿洞 还有他那个旋律 可能更符合我们中国人欣赏吧 嗯嗯 要不要为我们现在的粉丝来两句 哎 清唱两句 对对 哦 亲爱的小妹妹 请你不要不要哭泣 你的家在哪里 我会带你带你回去 亲爱的小妹妹 请你不要不要哭泣 我会用我的爱 温暖你的你的心理 哇 哦 就我觉得就是张长老师 只要一开嗓 就特别想让别人跟着你的律动 一起来舞动起来 对 特别有魔性 对 那你刚刚说的这个是妈妈很喜欢听的歌啊 如果让你来选择一首张长老师里面的作品 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是哪一首 我就特别喜欢老师北京女孩那张专辑 那张专辑 对对对 然后包括包括张老师最新出的那张专辑 我也特别喜欢 那个什么吧 Someone loves you 对对对这张专辑 我也特别喜欢 我特别喜欢你那首叫五月的鲜花 啊对 那张专辑 啊那个哈 Do you feel I miss you 对对对对对 而且新专辑里面音乐风格也非常的多元 对就是像摇滚 电子 电子 呃城市流行 配套 都有都有 我都尝试了啊 对这张多元啊 那这样吧 天泽弟弟 你今天也是算又一次和张专辑老师见面了 要不要当着她的面 然后唱一首她的歌 哎 可以啊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唱哪一首 给大家老师来首北京女孩那张专辑的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 欢迎 掌声有请 有请 有请 张姐你一会要是你觉得OK你可以去帮帮她 好好 我在这可以唱 一块吧一块吧 我们舞台去 没事没事 啊 我现在吗 啊对对对 好不好一起一起 好好好 有请好 好 有我的妈呀 哇掌声 来 来 总有一天我会欺骗你 有请 嗯 你最热爱的歌曲 其实他们都是在骗你 他们并不是为你唱 只是希望你开心 其实你对我的感情 就像你买的家用电器 就算有一天被摔坏 你也不会用心来修理 就算说的再多 你也不会相信 让我再说一遍 我愿意 总有一天我会离开你 总有一天我会怕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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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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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喜欢的电影 其实他们都是在哄你 他们并不是为你演 只是希望你伤心 其实我并不是机器人 不会一直都陪着你 等到这世界都毁灭 每日艺人 每日艺人都陪着你 每日藏时在一起 就算说的再多 你也不会相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都可能会骗你 谁都可能随便被抛弃 包括我和你 我们给骗子一些掌声吧 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 谢谢老师 穿得很好 有请来回来吗 对 谢谢 掌声鼓励 掌声鼓励 谢谢三万老师 谢谢 有那味 有那个味 对 可是天泽要是可以再动得多一点 对 他有点乖 有点乖 没事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手呢 欢迎跟我们一起舞动起来 对 就是在这也想问一下强姐 第一次见天泽弟弟是什么印象 我们在台联厅第一次见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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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犯点毛病 那个 那个 当时他爸爸妈妈妹妹都来了 他妈妈是一个很猛的人 感觉 一家之主的感觉 对 跟我握手 就抢过手来就握 抢过手来就握 他爸爸反而就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 握手轻轻地握 我这印象特别深刻 妹妹打扮得很时髦 穿着小靴子 穿着公主裙 那么他呢 跟我握手就不撒手 喜欢你 那天泽弟弟怎么就是相处 你现在强姐是什么样的 对 其实我一开始知道张强老师很厉害 然后 很厉害 我觉得老师应该是一个很有那种 很有那种大家的风 可能就不太爱说话 然后也可能就觉得我就是 小孩是怎样怎样 但其实我了解到张强老师以后 就他本人非常的好 然后非常的友善 也会去教我很多东西 然后去帮我这样子的 我觉得张强老师其实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对 他有点害羞 但是我打破这个害羞 我就会问他 你什么星座的 对 对不对 吊动他 这一下大家就拉近了距离 就是话题就开始多了 迅速破冰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 张强老师最近也是跟很多的新生代的音乐人都有合作 对对 包括前阵子在这个明日之子的舞台和他们那个水果的组合也有合作 当时是什么样一个体验 就是我想我跟这些小孩合作 我要把抓住他们的眼球 这些小男孩我得打扮打扮 对吸引他们 所以我跟他们就是见了三天吧 换了四个look 就是包括台上那一套 然后呢他们这么小 我说我说我穿什么能配得上他们呢 我不能还是那个老爆炸式去跟他们合作吧 好吧那我就穿了洛丽塔 我觉得我穿洛丽塔也挺好的 然后结果那个奶拽吧 就跟我唱歌那个 他们好像盯着我看 因为我每次排练的时候跟他见面 跟这个团队见面 水果星球 我都是戴墨镜的 因为舞台上光比较强烈 我的眼睛容易累 所以我就戴墨镜 后来那个现场了 他们都戴墨镜了 对对 现场的时候我就不能戴墨镜 我就摘下来了 他就要看清你的眼睛长什么样子 好奇 看到我说话的时候我都语无伦次 反正我觉得我戴的这个水果星球 就他们都特别温和 都比较内敛是吧 对对对 就特别温和的性格 就是以杨润泽为首的 就是他是巨蟹座 我问他 他们最喜欢我留这种大宝石 穿睡衣跟他们排练那天 非要跟我拍照 我觉得能得到新一代小朋友的喜欢 真的特别的荣幸 就很亲近可以打成一片 你也非常有特力 对 我跟他们没有那个代沟 没有那个什么老者跟小孩的感觉 就年龄界限很模糊 而且音乐的碰撞也很有意思 对对对 你没有想到那首歌 可以加上唢呐这样的风格在里面 是不是 对 然后庞宽 我演完了庞宽给我发一个短信 说怎么像动画片 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 对 就音乐深入人心 然后整体的造型舞台的风格 都非常地吸引人眼球 对 对 因为其实 就是欢乐嘛 对对 因为强姐不仅跟很多的一些 就是新的年轻的朋友合作过 然后也跟一些说唱歌手合作 对不对 对 KC KC 对 对 就是跟说唱歌手合作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说唱歌手性格就比较强烈 就是像KC KC你看他的样子 他是个上海男孩 其实很时髦 但是他就是 他就是特别感情 就是什么感性 那叫 就是他说哭就哭 对 他有很多 我感觉到他有很多的经历 别看他年龄小 他有很多的经历 他的队友离开了 他就在旁边就这样 我们说KC怎么了 他在哭 他就不像水果星球这些小孩 少年不知仇的感觉 那心理活动也比较多 对 他经历多 他在吃槟榔 我说你不能吃这个 我说你老吃这个 你的嗓子会坏掉 你的牙齿也会坏掉 他说我知道 我会改的 我现在在杜劫 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 对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强姐 就是带来新专期 然后我们下面 因为刚刚天泽弟弟 已经唱了一首你们的歌了 然后现在是不是要给我们 带来一首 就是也是新专辑里面的歌 对不对 对 我带来第一首歌 应该是第三张专辑里 有人暗恋你专辑里的一首歌 叫做你睡醒了吗 I wake up 这首歌大概说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说想表达什么样的态度 这首歌原来的原曲 是那个孙旭写给阿克江的 那个柏林墙 当时我听到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 我说这个旋律 我好像就是身临情境 能看见 比如说我在纽约 布鲁克林区 看着那个早晨起来 太阳刚升起那种感觉 他说强姐要喜欢 我就送给强姐唱吧 后来我就得到了这首曲子 但是我在这首曲子上 二度创作 我写了这首歌叫你睡醒了吗 对 就是很朦胧的一首感觉 有爱情的感觉 但他没有提爱字 就是你睡醒了 睡醒了可以跟我一起在一起 这种问候其实更亲密的感觉 虽然没有直接提爱 可是有人问你睡醒了吗 就是一种很亲切的问候 对 前面我用了很多 就是说话的语气 You're awake up 这样 是很多人给我提意见 说应该是 Are you awake up 就是 Are you awake 对 但是我呢 就觉得那样说和太强调了 我把他那个啊给beat面掉了 这种无所谓的 生活化的一种 对 就像迪斯科音乐 他唱shake your body 但是他可以唱成shake your booty 就是为了跟音乐的碰撞 就是跟音乐碰撞当歌的时候 没有道理 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在里面 对 很自由的一种free 对 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张强文 我们带来Are you wake up 谢谢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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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强 对 我 好 我们牵着弟弟可以先休息一下 好 HEY Are YOU awake YOUR Are you awake Hey You wake up it's gonna light up are you weak? it's gonna light up hey are you we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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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hey are you weak? hey it's gonna light up it's gonna light up at's gonna light up it's gonna light up hey are you weak? hey are you weak? hey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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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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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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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强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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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